Hello大家好,我是Link 被拒绝常常会发生 从轻微的刮痕到不同的流血 有不同层次的痛 但每个层次都不能忽略哦 曾经有个人做过这个实验 他让一个实验者 让两个陌生人A和B 坐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嘛 然后A突然穿球给实验者 然后实验者穿球给B B再穿给A 这样重复 突然A没有穿给实验者 他穿回去给B 就这样一个小动作 就足够让实验者感受到强烈 被拒绝的痛 为什么拒绝这么痛呢 这就要说到很久以前 人类的演化 在时期时代 如果有个人被群体踢出去 他几乎是没办法活下去 所以我们的脑 自然会让我们排斥被拒绝的感受 脑部扫描也显示 被拒绝的痛和外伤的痛 启动的部位是一样的哦 有可能你被公司拒绝 有可能你画很久的画 被拒绝沾烂 或是你做的音乐没人听 或是最常见的嘛 被喜欢的人拒绝 如果不处理拒绝 它会慢慢延伸 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 为了避免 我们用以下四种OK棒来处理 第一种OK棒呢 是争论自我批评 被拒绝的时候 马上写下所有的自我批评 比如说 我想跟一个歌手合作 可是他不想 我马上就会想到 我音乐做得很烂 如果你是个画家 没有被你喜欢的画廊欣赏 你大概会觉得你画得不好吧 然后呢 对每个自我批评 你要想出一个合理的争论 首先尽量把自我移出 然后多想别人的观点 所以我的例子 我就会说 哪有 我音乐做得很好啊 歌手他只是不喜欢 这个风格 或是他很忙 我们不适合而已 你也可以说 我画得很好啊 可是这个艺术馆 有特定的风格 所以这个画不适合 要是我是这个艺术馆 我也不会要这张画 同样的也可以用在感情 和工作上面 那个公司需要会做这件事的人 我做得不合他们的要求 所以没关系 我会继续找需要我做事方法的地方 第二种OK棒就是鼓励自己 一个方法就是写下 你觉得自己做得最好 或是最棒的性质 然后写出两三个 你觉得最重要的 最后再想想 这两三个为什么对你重要 会怎么影响你的人生 还有会让别人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人 第三种OK棒呢 是补充社会关系 可以在现实生活 跟亲朋好友见见面 或是在IG找新朋友聊天 简单 第四种OK棒呢 是托明自己 用这种OK棒 当你实在没办法解决你的痛 每次拒绝都会痛 但是你就试着去不停地 让自己被拒绝 然后去寻找下一个被拒绝的机会 最后就会慢慢习惯那个痛 总有一次 你会被接受的 每个人 都会被拒绝很多次 但一定要马上处理好 以上就是四种急救被拒绝的OK棒 加油 今天下雨了 我的心情